赤臂之战明明多数都是东吴打的,孙权又何必跟刘备联盟呢?刘备太重要了! 孙权打赤臂大战,和刘备联合起来,是一桩蛇本的买卖。 那么,既然是一双蛇本的买卖,为什么当初孙权还要和刘备联合在一起打这场仗呢? 为什么孙权不自己打这场仗,避免刘备抢夺胜利果实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公元二百年,孙权之兄,开创江东基业的孙策遇刺身亡,孙权也是在这时,继位江东之主的。 但事实上,孙权的官方身份,只是东汉朝廷的陶鲁将军兼会计太守,一直到赤壁战后的209年,刘备才表孙权为车旗将军兼徐周牧,换句话说。 虽然东汉朝廷默认了孙权管理江东六郡的事实,但名义上孙权所管辖的地方都是东汉朝廷的地盘,而孙权本人,也是东汉朝廷的官员。 虽然大家都明白,所谓的朝廷,不过是操纵在曹操手中的橡皮图章而已。 但当时,社会底层实际上控制在各地士族大姓手中说白了要收到农业税还得靠他们,而他们是认可汉朝廷这个招牌的。 所以,不管是曹操最大的对手袁绍,还是属于曹操为敌的刘备,都不敢公开反对汉朝廷。 汉县帝曾下诏斥责袁绍,袁绍虽然知道是曹操搞的鬼,但还是不得不上书辩解。 刘备虽然属于曹操为敌,却总是打着汉左将军,黄叔的政治头衔。 孙策虽然以实际上占领江东,但孙家的封号讨逆将军,吴侯,还是孙策向许昌进攻了两次才讨来的。 而孙权即位以后,威望不足,江东骚乱了三年之久,才逐渐认可了孙权的统治。 而孙权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俘下身段,招揽了许多江东大族在自己麾下笑秘。 而这些人心中对汉庭的认可,同样大于孙权个人,一旦孙权与汉庭决裂,那么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因此,孙权也不会扯下这块遮羞布,毕竟他也需要顶着这块汉庭册封的陶鲁将军的招牌来扶重。 好在,曹操也十分懂得这个分寸,既利用好汉县帝这块金字招牌,求得实惠,但又不做得十分过火,以免有人苟急跳墙,反而损害了县帝的声誉。 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这种秩序和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各方都保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氏族的效忠,谁也不愿主动去扯下这块最后的遮羞布,这也就是为什么。 赤壁之战前,不管是刘从投降也好,曹操惊吞惊香也好,刘备被曹操追杀得满地爪牙也好,孙权都一直按兵不动,保持中立,而并没有选择与刘备联盟。 刘备已经多次背叛曹操,他没得选择,只能与曹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但孙权与曹操,孙氏与朝廷的这块遮羞布还在,孙权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其强,而没必要为了一个丧家之犬刘备,而与代表朝廷的曹操公开决裂。 然而,因为曹操的一封信,孙权再也无法模棱两可,必须进行更加明确的政治战队。 公元208年9月,曹操逼降刘从,击溃刘备,进战江陵之后,认为荆州已经在握了,于是有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说要和孙权一起会列于江东,这是个不寻常的信号,东汉末年,曹操虽然代表朝廷,但由于汉廷早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对于地方军阀的独立,只能持默许的态度。 如果朝廷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必然侵犯到他们的权益而导致反叹。 这一点曹操很清楚,所以这个分寸他一直拿捏得很好,而现在,曹操作为中央领导,亲自到地方视察。 这几乎就等于说,我准备代表朝廷接管江东了,孙权你看着办吧。 为什么呢?原理是这样的,东汉社会实际掌控在士族大姓手中,不管是谁当政,都必须通过他们来行使基层管理,不管是孙权还是其他军阀,能够控制地方行政权,主要就是把他们招入幕僚,隔绝他们与朝廷的直接联系,他们当了中间商,现在曹操招呼都不打就来了,直接接触江东的士族大姓们。 那孙权这个中间商不就被架空了吗? 当然了,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不久之前投降的刘从,之后的张鲁,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但曹操能成功接收刘从和张鲁的地盘,前提是他已经取得军事上的实际占领。 而现在,曹操却是仅凭一封书信,就想要接管孙权的地盘,以前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孙权表面上尊奉东汉朝廷,实际上控制着江东地面,大家都心照不宣。 现在曹操来这么一手,孙权知道,霍西尼是不行了,只能进行明确的表态,要么选择彻底服从曹操的汉廷。 要么选择和朝廷决裂,和曹操开战,恰在此时,刘备前来联盟的使者诸葛亮,被鲁夫邀请来到了柴桑,也就是孙权的驻地。 在演绎中,坚定孙权的抗曹意志是诸葛亮的一出重头戏,但事实上,对于孙权来说,这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是,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公元二百年,面对李树反叛,宗室夺权,山岳骚乱的局面时,十八岁的孙权雷厉风行,表现得十分果决,两三年内就平定了境内各种反叛势力。 所以,江东这片土地,现在也算是孙权自己打下来的,抛开军事能力不谈,孙权内心是有枭雄之愿的。 所以,如果战败,孙权可能被曹操打服,却他绝不可能因为一封书信而被传席而定,而孙权之所以犹豫。 因为他虽然想打,但一来不敢主动扯下与朝廷决裂这块遮羞布,二来吃不准手下这帮氏族大姓,有多少人愿意选择与曹操决裂,跟着我孙权混。 事实上,此时的江东孙氏集团,的确有主战和主合两个态度,后来我们知道,分别以孙策的两位托孤重臣周瑜和张昭为首。 很多人将这两派的区别定义于文官怕打,武将想打,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周瑜代表的是,跟随孙家多年的孙家布曲,以及跟着孙策一路打到江东的元老派。 这一派的重要人物还有鲁肃、成普、吕蒙等人,因为都是军队出身,所以以武将为主。 而张昭代表的则是江东的本土氏族,这一派以诸张固禄、圣卫渝州等江东八姓为代表,因为控制着江东的行政权。 所以以文臣为主,特别说明一下,张昭本人并不是江东本土氏族,而是隔壁徐州人。 但早年来到扬州,在当地关系较深,又与氏族们都是文臣,因此和本土氏族更加亲近而已。 对于大多数江东本土氏族来讲,谁做天下不重要,保证家族利益最重要,这是他们原则站队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 因此,他们早年是孙策父子为入侵者,自是由于孙家控制江东已是木已成舟,加上孙权态度友善,会做人,他们这才勉强出来与孙氏合作。 如果,现在有了一棵更加壮实的大树可以依靠,投靠了曹操,就等于投靠了汉廷,像荆州士族一样败官封决就在眼前。 何乐而不为,这就是他们内心普遍赞同投降曹操的原因。 但另一边,对于孙家不娶和跟随孙策打过来的元老派来说,孙家视他们为心腹,而他们也是孙家为依靠,孙家壮大,他们分道的红利也多。 但如果孙家投降了曹操,那他们也就没什么期望了,这一点,是曹魏政权的组织形势决定了的,就拿吴子梁江来说吧。 虽然各个叱咤风云,但即使如老将徐晃,张和,不还得听后来居上的夏侯尚,曹修等人的调遣。 如果孙权选择投降,那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都会就此黯淡无光,甚至更惨。 所以,对于有能力,也希望建功立业的周瑜、鲁肃、吕蒙等人来说,投降曹操,不如跟着孙权放手一搏。 本来江东士族们心里的小九九,还不好翻到明面上来说,现在诸葛亮前来联盟,孙权下令讨论,给了他们一个说话的机会。 于是,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抢先发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准备以舆论压力,迫使孙权接受他们的主张。 然而,鲁肃并不甘心就范,他对孙权说,这些江东士族们就准备把你卖了,以博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你不能被他们忽悠了,并建议孙权兆元老派核心人物周瑜前来,而周瑜只用了一句话,就点破了孙权害怕扯下遮羞布的担心。 曹操名托汉象,实为汉贼。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曹操早就没把这块遮羞布当回事了,他表面上奉献得为尊,背地里把县地软禁在许昌,而自己窃取了县地带来的资源,从而成了天下第一大军法。 第二,既然曹操早就扯下了遮羞布,那么,我们和曹操干架,就只是和曹操干架而已,并不代表着和汉室决裂,这是还有回旋的余地。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为孙权接下来的战斗提供了理论支持和道义立场,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出师有名,占据了道义立场。 对于将领和军队的士气影响非常重要,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胜负。 同时,有了周瑜和鲁肃等元老派的支持,孙权便已经有一战的基础了。 现在,就剩一个问题,如何将江东士族们也绑上这架战车? 而孙权选择和刘备联盟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孙策以军事征服闻名,但在东汉末年,要在江东这块土地上建立稳固的统治。 必须取得本土士族的支持和拥戴,孙策曾经站在整个江东士族的对立面,并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孙权努力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才争取了一部分江东士族的支持。 孙家不能再次面对与江东士族决裂的局面,所以,孙权必须要把江东士族绑在自己的这辆战车之上,与他一起抗击曹操。 有了周瑜和鲁肃的支持,孙权觉得是时候表态了。 第一,我已经决定和刘备莲,抗击曹操。 你们那点小九九,我早就知道了。 第二,曹操这架势,早晚要篡位,你们选择跟着曹操。 以后就是篡汉的逆臣,明杰和家族或许一样都不能保全。 第三,曹操至少目前上在荆州,但我现在却是江东之主。 如果继续坚持投降曹操,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刘备联盟。 因为刘备和曹操已是死敌,孙权选择与刘备联盟,就是告诉所有人, 我已经断了弹河这条路,只剩下背水一战这一条路。 这样,孙权就把这道选择题甩给了江东士族们, 要么跟着孙权干,要么投降曹操。 刚刚说了,江东本土士族中的大多数,并不在乎曹分流谁主宰天下。 他们战队的唯一标准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保存和扩大自己家族的利益, 结果不言而喻了,曹操尚在河的那边,而孙权却在眼前啊。 所以,孙权与刘备的联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向江东士族们表达自己坚决抗曹的立场和决心, 尽量将更多的江东士族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而不是挖空心思投降曹操。 虽然震慑住了江东士族们,但孙权同样知道, 丹廷这几句话是远远不够的,后方并不是那么安稳, 这就是为什么,孙权只给了周瑜三万兵, 还是由周瑜和城土分统的。 因为还要顾及江东士族的后顾之忧, 孙权并不能将全部家底投入到正面战场上去, 曹操军队号称二十万,或许是虚数,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曹操前线军队的纸面实力, 是要远远强于孙权的,孙权的胜算并不大, 而刘备虽然战败,但似乎还有万余人的水军, 这也是一股不弱的势力,对于军力尚弱的孙权军来说, 这同样是加重胜利的一个不小的砝码, 而且,放眼天下,除了刘备, 还有谁会在当下这个局面起兵抗曹, 在这个胜算不足的情况下,不找刘备联盟? 又去找谁呢? 虽然孙刘联盟后来看似让刘备捡了大便宜, 但事实上,孙权得到的是一个统一的江东, 是江东军事集团的团结一心, 正是孙刘联盟,稳住了江东士族的投降之心, 这也是赤壁之战胜利的原因之一, 而反过来,赤壁之战带来的巨大威望, 让江东士族们真正认可了孙家的统治, 虽然后来合肥屡次送人头, 但江东内部一直十分稳定, 就是这一点的真实体现, 点个订阅不迷路, 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